但全场的焦点都在2000预算的HONOR 90 有没有人来关心一下它的弟弟HONOR 90 Lite 它是一款1000价位性价比非常高的手机 大载的功能配置可以说是超越同等级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美美的HONOR 90 Lite吧 你好我是米 如果你想找一款1000元手机 你一定要看看这一款HONOR 90 Lite 就从它的外观设计说起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我第一次上手的时候是有给它经验到的 它采用了直角边框的设计 正正方黄的感觉非常简约 就连路人都会觉得这款手机很高级 价格不菲 它的机身厚度只有7.48mm 重量是179g 完全称得上是轻薄的手机 我是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轻薄手感的 其他同价位手机呢 是做不到如此轻薄的重量和厚度的 在我手上的是SALENT LED 字面上翻译是青色弧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浅蓝色带青色调的感觉 我是非常喜欢它的雾面材质 而且还是bling bling发亮的 在镜头模组的设计呢 我觉得它并不低调 有好几个层次 不过呢 它最强调的就是它的100MP高像素的相机 它也配了一个5MP超广角和多MP的微距镜头 它的100MP像素镜头还是不错的 使用高像素模式拍出来的照片 可以让你重新再构图 不用担心放大丢失太多的细节 在同等级来说 它的相机表现是挺不错的 如果它用来拍一拍使用还是OK的 在屏幕的部分呢 HONOR 90Lite它是搭载了6.7色能LCD屏幕 虽然是LCD 但是色彩水准呢也是相当不错的 由于呢它是使用LCD屏幕 所以采用了指纹电源二合一的按键 它的解锁速度呢也是相当不错的 它具备了90Hz的锁心率 重点是它拥有非常窄的边框设计 不过它留了一点点的下巴给你 但是整体性而言呢 还是很不错的 屏占比高达93.6% 同等级手机是没有的 HONOR旗舰手机呢 具备的护眼功能 它一个也没有漏 首先是TOV来N-D阳光护眼认证 减少阳光来保护眼睛 第二个呢就是Dynamic Diamond 类自然光护眼技术 可以模拟自然光的动态变化 帮助我们有效的减缓眼睛疲劳 再来呢第三个就是 Secundent Night Display 著名的显示技术 它会根据时间来调节屏幕的色温 尤其是到了晚上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提升 20%的退黑素分泌 让我们更加容易入睡 提高睡眠质量 所以屏幕护眼功能 还得是HONOR玩得最厉害 在性能配置方面 它是搭载了MediaTek Dimensity 6020 5G 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如果对比其他的前远手机 它给的性能表现算是相当不错的 为了玩COD是没有问题的 网组用它是推荐 节能帧率 节能分辨率 和高性化质 不过我自己把它调去高帧率 依然是可以流畅地运行 而且手机也基本上不会发热 虽然玩游戏不是它的强项 但是用来入场使用 它绝对是适合的 因为它搭载了大内存 拥有8GB RAM 再加5GB RAM的内存融合 也可以说 总共是13GB RAM可以使用 所以开很多个应用 一样是不用担心卡顿 后台应用的保有量是不错的 可以快速地切回去前几个使用的APP 很多人问 这个内存融合是要怎样开启的 其实你是不需要去设置里面调的 因为它默认设置就有5GB的内存融合了 再来它提供了256GB ROM的容量 这就很方便我们手放大量的照片和文件资料 而且随着时代的更新的那些软件会占用越来越多空间 所以前任手机普及256GB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有时候一些旧手机并不是性能不足而被淘汰 而是储存空间的限制导致不能够再正常使用 换个手法呢 也有大存储空间也可以增加手机的寿命 HONOR 90LINE搭载了4500mAh的电池容量 在同等级来说不是特别大 但是处理器本身功耗不高 所以需要表现依然还是很不错的 万万则26分钟耗电5% 在充电方面就给你22.5W的快充 还是OK的 最后它出厂就配备了Android 13 Magic OS 7.1的系统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HONOR SHARE来传输照片视频 而且它也和华为SHARE是连统的 也就是华为设备一样是可以发送或者接收 让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它支持了爽5G SIM卡 所以它也算是最便宜的5G手机之一 总结来说 ONOR 90LINE 1099的价格给你13加256GB的配置 有100Mbps的相机 互眼屏幕 大内存大容量 支持5G 轻薄的机身 最重要还有美美的设计 你会选择它吗 我认为它可以成为千元手机的最佳选择之一 你觉得呢 我是Min 我们下本片见